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阳机长 很多新手司机在侧房位停车时 总是把握不好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车头入位 因为控制不好与前车之间的距离 不小心还容易刮蹭到 无法将车开进车位 那本期视频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侧房位停车,车头入位的方法和技巧 为了便于理解 我首先演示一下 侧房位停车前面的步骤 向前开车 与前车保持60-70厘米的距离 当车后方与旁边车辆尾部对齐时停车 挂道档 开始向后倒车 同时向右侧打满方向 当车身摆斜45度角时 回正方向 再继续向后倒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步是重点 很多轿程的方法都是 当后视镜与前车后尾灯 对齐时 向左达满方向 让车头入位 也叫灯镜重合 那为什么有些人用相同的方法 车头却不能开进车位 会寡胜到前车 这是有两个原因导致的 下面我来讲一下 第一个原因是 与前车的横向距离过近 这个间距 直接影响到车头能否入位 现在两车间距是50厘米 我开车试一下 大家看车外视角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距离车头是无法进入车位的 如果继续向后倒车 就会寡胜到 第二个原因是 车身摆斜角度没有达到45度 与前车的夹角太小 角度越小 车间距就越小 所以导致车头无法开进车位 下面我演示一下 两车保持多少距离 才能让车头开进车位不寡胜 现在两车的横向距离是70厘米 我开进车位试一下 大家看车外视角 这一步是灯就重合 准备打满方向让车头入位 现在两车之间的距离通过测量是90厘米 到车之前的距离是70厘米 车身摆斜45度角以后 的距离是90厘米 现在我把车开进车位 大家看一下车外视角 看一下车头入位时的距离情况 通过刚才的演示和讲解 就是想告诉大家 在车发卫生车时 不能认为知道灯镜重合车头就可以开进车位 车身的摆斜角度和横向距离才是关键 那本期视频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帮我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